11月4日某品牌主办的慈善活动在上海隆重举行 人先起江玉衡等公益明星也代表自己的慈善爱心团体接受了捐赠 活动现场小琪也特别分享了自己去往西昌的捡回珍珠计划 为那里的孩子送去关怀 谈及自己参与的公益活动 小琪感慨之于也希望未来可以带着自己的孩子一起去做慈善 其实我对于慈善公益努力在小孩子的教育上面 可能也是我爸的影响 因为我爸是小学老师 然后另外我现在也是为人父母 所以我觉得将来有机会的话 我会带我的小孩一起去做 因为他其实生活在现代化的城市里面 我提供他最好的条件跟物质 但是我希望他能够懂得去珍惜 然后甚至懂得去分享 最近综艺节目《爸爸去哪儿》可谓红透了海峡两岸 问及是否有参与这类亲子节目的想法 小琪也自爆自己最早得到邀请 不过碍于儿子的意愿和学业没有成形 说真的我最早受到邀请 因为小智也跟我说 这节目很有意义 我问了我儿子 我儿子说 他不想去 我说为什么 他不知道 然后因为 他不晓得 录那个节目是什么样一个状况 那我说 哦好 我顺其自然吧 因为他现在在上学 我不知道请假什么 会不会影响他的功课 然后我很怕出球 因为我不会照顾孩子 可是我看到看到我们这些艺人的朋友 亲子互动我觉得很好 因为可以让大家都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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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